杭州莫甘山路蓝钻天城赋一楼有家盘子女人坊 专门拍摄古装写真 10月份小钟花2500块钱买了写真套餐 包含5套服装33张照片 本月11号拍摄18号选片 小钟说一共拍了200多张照片 需要选出33张 拍摄过程其实蛮和谐的 就是摄影师也挺好的 化妆师也挺好的 就最后的那个选片环节就是让人很难受 他们是那种幻灯片放映的那种形式 不是缩略图的形式 我想用缩略图的那种形式 可能更直观一点嘛 我就可以多删一点照片 然后他们说他们不支持缩略图 不能我们自主操控嘛 他们那个都把键盘自己拿到 就不让我们碰 小钟说照片的数量比较多 对方用幻灯片的形式 他根本无法对比 也不能自己操作 自主选择性比较差 有一些照片不太适合 我就说我要删 然后他们就会说 哎呀这个照片删了多好看啊 说什么 你删的摄影师会伤心的 你200多张 你都删到只剩90多张了 你还要删 说人家都 其他的客户都直接几万块打包走的 说你已经删了那么多了 说我们摄影师那么厉害 你还删那么多 什么什么的 因为我耳根自软嘛 然后就在这开始给我洗脑 小钟说 听了对方的话 他有些不好意思 最后选出了90多张照片 他想再删一点 对方又开始推荐其他产品 他们就开始带我看产品 就他们一些相框啊 相册带我逛产品 然后就开始给我推荐那个套餐 然后后来又把摄影师什么的 也喊出来 说会给我优惠啊 什么什么的 就打感情牌嘛 小钟说 这个过程长达三个小时 对方介绍了不少套餐 还答应给他优惠 送他小礼物 最后他又交了10888块钱 等回到家冷静下来 他感觉不对劲 但我后来想一想 不对劲啊 如果我每次要这样选照片的话 我下次又得被他们 因为我是一个人来的 而且我是第一次拍写真 我根本就不知道会有这种套路 小钟希望 还是按之前的套餐来完成 把后面交的10888块钱退回来 想不得了解啊 这个的话你需要申请集团 有一个书面的一个文件 那您现在这边是拒绝沟通是吗 还是怎么样 是的 我这边的话不接受任何采访 记者在现场联系了市场监管部门 反映了情况 这时盘子女人坊的工作人员再次出现 表示小钟可以25号来选片 按照2500块钱的套餐来完成 后面交的10888块钱 会在15个工作日内退回 其他的不愿多说 118黄金眼技术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